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最炫酷最黑暗的超级英雄的故事 恶灵骑士 男主小帅和爸爸靠着摩托车特技表演为生 帅气的他吸引了一个漂亮的女友 可惜女友家里不同意 他们便偷偷商量着要自奔 没想临走前 小帅发现了爸爸藏起来的病例 发现他癌症晚期活不久了 顿时难过的不忍离开 这时一个神势闹道的老头找上门来 说自己能让他爸爸恢复健康 但需要他的灵魂作为代价 原来这老头是个恶魔 他一套忽悠下来 梦里梦动的小帅就被扎过手指 契约成立 然后小帅猛然从床上惊醒 爸爸真的变回生龙活虎的样子 只是紧接着他就在表演时出事了 原来这个老头从开始就没安好心 为了让小帅专心替自己做事 不仅害死他的爸爸 还对他下了个咒 让他变得六亲不认 抛进女友 从此他就成为了一个专心表演的摩托特技演员 由于契约的作用 小帅的身体怎么折腾都死不了 于是什么高难度动作他都敢做 名气也就越来越大 许多记者都抢着采访他 却都被无情的拒绝 直到挂着记者牌的女友出现 小帅一见到他就爱火重燃 不禁眼巴巴的主动上前接受采访 还追着他的车 请求再给一次机会 于是两人约在餐厅见面 没想出发前 小帅的手突然变得通红之热 老头再次来到他的面前说 兑现契约的时候到了 原来在不久前 有个浑身散发着反派气息的小白脸来到人间 他就是恶魔老头的儿子 为了获得可以支配世界的力量 他在寻找一份藏在人间的死亡契约 变强之后 他就可以一脚踢翻老头 创造一个任他为所欲为的地狱 于是他召唤出几个小弟 准备在人间大闹一场 老头虽然有心阻止 但由于人间对恶魔有力量限制 他无法对小白做出什么 便让小帅帮自己管教儿子 如果能杀到对方 那就更省事了 小帅由于契约的作用 变身成火烧骷髅 被迫成为恶灵骑士的他 不受控制的来到小白脸面前 结果没打几下 小白脸就跑了 而小帅一路风驰电车 看到坏人就忍不住出手教训 直到天亮后才恢复人样 倒在爸爸的坟墓前 然后被一个胡子捡回去 他居然对恶灵骑士和恶魔的事 一清二楚 而且还告诉他 关于死亡契约的事 多年前 有个恶魔到村庄里 让村民们签下契约 在贪念的驱使下 大家开始互相残杀 等到整座村庄被鲜血尽燃 恶魔便派当时的恶灵骑士 到村子里回收这份死亡契约 但恶灵骑士觉得不敢让恶魔 得到如此邪门的契约 谁知道邪恶的恶魔 得到更强大的力量后 会变得怎样 于是他把死亡契约藏了起来 听到这里也就不难猜出 这个胡子就是当年的恶灵骑士 听完故事的小帅 赶紧回去找女友解释清楚 毕竟他咕咕了人家一晚上 而女友被他放了这么多次鸽子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哄好 另一边警察找上门来 抓小帅进监狱 因为他们发现 昨晚被小帅教训过的坏人 莫名其妙死了 所以怀疑是他杀的 小帅来到监狱 周围都是一群有罪之人 顿时不由自主的 变身成恶灵骑士 把他们都打趴了 然后嚣张离开 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 去追击小白脸 对方派出小弟封魔阻拦 虽然封魔没有实体 打不着 但机智的小帅 用铁链甩出的旋风吸住他 然后放出地狱火烧没了 接着他沿大楼墙面 垂直开车 到了地面 又吃了警察的 360度子弹攻击 与此同时 这一幕都被女友看在眼里 他终于相信了小帅的话 而小帅吃了一缩的子弹后 不仅毫发无伤 还掀起火圈 扬长而去 却怎么也没想到 小白脸被刻住小帅 居然抓了他的女友来威胁他 想赎回女友 只能拿死亡契约来交换 小帅本想使出 恶灵骑士的大招 忏悔之言 没想小白脸没有灵魂 这一招对他跟挠痒痒一样 一点效果都没有 无奈之下 小帅只好去找胡子询问 死亡契约的下落 不料胡子居然大方交了出来 原来他认为 任何敢为爱 出卖灵魂的人 都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然后还召唤出 自己心爱的小野马 用最后的力量 变身成恶灵骑士 送小帅一程 两人一路风驰电掣 终于在天亮前 带着死亡契约 来到小白脸面前 小白脸如愿拿到死亡契约 吸收了上千个亡魂的力量 而小帅丝毫不慌 结果女友扔来的手枪 一发地狱火子弹 打得小白脸暂时失去了行动力 然后趁机上前 用忏悔之言 终结了背负千条亡魂的小白脸 这时 在暗处吃瓜许久的恶魔出场 他见小帅顺利完成任务 便提出收回力量 让他过回正常人的生活 而小帅立马拒绝 因为他要用这股力量 为父亲报仇 因此 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恶魔 恶魔见状 先溜了再说 结尾就趁小帅和女友 在当年相约私奔的地点 开启全新的幸福生活 这部电影 虽然情节老套 争享宝物 英雄救美 最后灭掉反派 迎来圆满结局 但画面和特效 还是非常吸引眼球的 火焰骷髅 飞驰摩托 铁链皮衣 即使这是一部07年的电影 但在今天看来 观看体验还是不错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恶灵骑士 还是漫威的超级英雄 期待以后 还能在大荧幕上 看到这个炫酷的火焰铺漏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这里是八戒爬电影 喜欢的给我点个赞吧 咱们下期再见